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是中文的那個中文化交易事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頁面其實是國際服的 對國際服的頁面可是他其實我看到畫面其實都是中文化過的而且還是繁體中文 那這是怎麼做到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 看一下這個 他是藉由這個插件去做到的 好 這叫PoE Trade的Vh 那這個東西也有去支援間諜的不過目前似乎沒有做所以現在這個是做繁體中文化那這個是老P的NOD Bagan做的 那真的是非常厲害 這東西基本上可以大幅降低我們玩那個台服轉國際服的人 遊玩的那個壓力 因為這東西就是你要查一些你很熟悉的東西的話 像我這邊我這邊隨便比喻 嘿 注意 嘿 查到了 他會後面還括號他的英文名字 那基本上兩個都可以用 我可以查 Dores的也可以查到 如果我查助影也是可以查到他的 那查的話也是正常可以查查 對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連這邊都是有中文翻譯化的 那我就可以點 也一樣他都是正常運作的所以非常非常厲害非常非常強 那這個運作還有一個還有一些很棒的地方 我這邊先隨便點一個 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說這個東西的價格 那再次強調 AT真的非常強非常好用 雖然說你用中文化的玩家不能用 不過有類似的插件叫RacingTrade 他有類似的功能 好 那我這邊就查 我想要找有 有力量有敏捷的 對 那 這邊只要按下去之後他會自動到這個頁面 然後是我剛剛選的 潛能戒指的 那些詞綴都在上面了 對他都在上面了 所以 你這邊就可以很輕鬆的 用這些方式去查到一些那個你可能想要查的東西 那我再隨便比喻 現在我這個手 我現在這個手有 有 有一個 法壓詞 這裡有一個固定屬性的法壓 那這個是來自於那個 新詞的 來自於新詞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機體有9%法壓 然後跟那個18%法壓 對 那這個 對還蠻 還蠻扯的 然後一個手道有27%法壓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對我們用這個方式去查到 有新詞的 我們就看到 哇幹 好多 便宜貨 好多東西 好多便宜貨 這個詞是 到底是T級啊 好前面先不管 先不管 這詞到到底提及 總而言之這個 還蠻 蠻蠻蠻蠻強的啦 蠻好用的然後你還可以看到這些固定屬性然後 對啊然後他的東西都是中文化的 然後每一個地方都有 所以基本上用起來就是跟你台服的市場是差不多的 所以不要再有理由了 不要再理由你遊戲都中文化了 然後教教醫師姐也可以中文化 啊你不要跟我說你不能跟他們講中文吧你這個 這個複製貼帳不就 複製貼帳 是能是是能怎樣 我有電控裝 好 那介紹完這個之後我們順便來教一下那個 那個 Poe Convenient 那因為這個也是 昨天有觀眾叫我用 然後我就覺得我幹這東西很強 那我這也用過他的那個 前面的版本啦 可是幹這個東西 呃 就在用一下真的是覺得 真的真的很好用 好 那我記錯啦 那個AT不會記那個東西在哪裡 是Combinient在記 可是我之前兩個都一起開 然後 然後那個 這個不會顯示 我忘記那個 那個其實是屬於這個功能的 好 那 他的話對不對 比如說 現在下面有人 喔有了有了 好 他就跟我說 我的東西 對你就看到這個介面 他跟我說他要買的東西是這個 這個 EC 然後在這個 界面 你看是完全符合的 所以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 我直接直接拿拿拿起來 我就直接到這個頁面拿起來 對然後就可以交易 然後這邊有幾個按鍵就是讓你在刷圖的時候可以按的 這個 你 你按下去說他會自動跟他講說 你正在刷圖或者是正正在捷到 要不要等一下 或者是 你可能人不在位子上 然後你可能離開一下 然後你回來看到他命你你沒有回到 然後他就跟你說 然後你就跟他說 還有興趣嗎 然後這個就是直接把他邀進組隊 邀進組隊 然後這個是 已經賣掉了 So already 然後跟 thank you 然後這個thank you按下去的話 他會順便把他踢掉 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非常好用 然後 他另外好好的扯地方就是他會幫你記錄說 呃這邊每一個人 每每每一個人對不對 對 的分頁就是有秘你的交易分頁 好 那這邊這邊有有一個 這我忘記是什麼功能 這我忘記什麼功能 我知道這個我知道這個是秘語 啊這個是加好友 這個是交易 這個是點下去之後你會自動跟他交易 不管他在藏住哪裡 不管他在藏住哪裡 或者是他沒有在你隊伍 你都可以自動跟他交易 因為他是直接打名字 打名字去去交易他的 就打打指令去交易他的 對 那 就就很好用啊 真的超級好用 那除了這個之外我 示範一下他的另外功能 這是 收 這是別人跟你買東西的 功能嗎 那有一個就是他 自動在那個 先想一下我要拿什麼 拿什麼 拿什麼來的 好我拿極具之眼好了 因為我 我剛好是 可能會收到極具之眼 啊 八三等極具之眼 那 順便提一下我們助影要洗的話用八三等極具之眼來洗喔 因為八三等極具之眼你才能洗到那個 T1霧點傷 好了看到一個 那我們盡量不要買八十的 不要買八十的不要買超過八十的因為你買超過八十的其實 他會多出很多奇怪的詞 好啊你就看到 我我一密他對不對 對 這邊旁邊就出現了 這邊旁邊出現這個 對 他就會幫我記錄我剛剛密過的誰 然後有什麼東西 這樣的話我就不會說 剛剛等 剛剛有人 邀我 然後我 要受到邀請了然後我過去 然後 那個 他又亂掉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剛剛到底密過誰 到底誰誰要邀我 我都忘記了 不會這邊都記得一清二楚 好 那這個的話其實可以直接去點他的那個那個啦如果他他有到家裡的話就直接點到常常處 好 我們就 好 交易 好 好 然後我就 好 然後我還可以用AT的那個快捷鍵F5 自動打那個撇嗨然後直接回家 好 大概就這個樣子 這按讚什麼功能 TY好 那那就是這樣子 好 那就是這個 這個今天這兩個插件的介紹 那這個 我就不用講了吧 其實就是POETRADE的convenient 他就是 去下載嗎 他就是去把他下載 好我我講一下 你 他這邊就是教學教學然後就拉到後面 拉到下面 然後提醒提提醒一下因為這個是跟那個AUTOHOTKEY是一個 連動的一個東西所以你必須要AUTOHOTKEY才可以去 下載這個 去使用這個 去使用這個東西 那AUTOHOTKEY也是一個就是在國際服務一個很很熱門因為他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主要層次啦然後這些東西就是用AUTOHOTKEY的基礎 基底去寫的 好 他是在 我剛我剛點他哪裡下載的 這邊 Go here download 然後這邊下載之後你就去下載那個 他就會跟你說你必須要先有AUTOHOTKEY然後那些然後你就 RELACE把它下載之後然後你把它解壓縮 那你有AUTOHOTKEY的話就用AUTOHOTKEY把它打開就會像這個介面了 那基本上他會跟你的POE是自動連動的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有問題在下面問因為 我也不確定你會遇到什麼什麼問題 好然後 REH的話呢 這個是屬於那個Google擴充擴充的 那你就一樣就去查POE TRADE的REH然後 Google擴充然後把它擴充進去 然後 在 交易次期的時候把它打開 對就是那麼的簡單喔 對 那大概就這樣就是這這兩個是我覺得 呃 之前肉介紹的那個 插件啊因為這兩個都很好用尤其是那個官方式 自己交易這個東西會讓那個 應該會讓台服轉來國際服務玩的人會覺得很親切然後就好很多 那基本上查東西都可以用中文查然後也可以看到中文中文還蠻舒服的 好 那大概就這樣有什麼問題在下面留言我是紅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Idi равно 你的 臭 混eta 欸 對 混eta 放入冰箱